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网站消息,6月5日凌晨1点22分,基地大熊猫激利平安产下一只雌性大熊猫幼崽。 这是2019年全球首只出生的圈养大熊猫,体重166.8克,母女平安。 第二次产崽的激利表现出极强的母性,幼崽出生后可以很顺利吃到母亲的奶水。 众所周知,大熊猫是一个听觉与嗅觉灵敏的物种,视力相对较弱。 出生后的大熊猫幼崽会本能地发出响亮的叫声,以引起母亲的关注。 这样的叫声也是辨别出生大熊猫幼崽是否健康最直接的方法,要比大熊猫成年之后发出的叫声更为洪亮。 大熊猫激利此次产下的幼崽叫声洪亮,也算得上是一个胖姑娘,是2019年新生大熊猫名副其实的大姐大。